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讲到底这个market 是不是到底了 到这个bottom了 是不是呢 可以就是开始去看回这些科技股 或者是之前被卖下来的这些股票 另外一个也是要讲的东西就是 到底怎么样去看你最近做的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就是讲 我最近输钱 所以输钱对每一个人来讲 就是输钱就是错了 输钱就是做的不对 输钱就是做的不好 不过我觉得呢 不可以只是单单靠这个输钱来判断 就是你做对还是做错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卖一个股票 然后你卖了过后 这个股票跌很多 这样子呢 你其实是做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卖了这个股票呢 它就继续的跌 所以你那个卖的那个举动 虽然是输钱 不过呢 那个举动的还是就是对的 OK 所以怎么样看呢 我们来看看一下就是 现在的这个market 到底呢 有拿一些股票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如果你之前有卖掉 你是做的非常的好的 所以例如说 如果呢 你是有这个great tag 所以你之前就有买这个great tag 然后呢 如果呢 你在这里 或者是在上面这边 OK 7块钱的时候 如果7块钱的时候 你有卖掉 如果6块6的时候 你有卖掉 如果你有在这边 卖掉cut loss的话 你能够避开这个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OK 这样子的大跌 OK 这一个呢 是一个差不多25% 一个星期多 掉25%的一个trend OK 所以 如果呢 你有避开到这个的话 其实 已经算是做的不错了 OK 所以如果你是跟着system的话 也是一样 如果是跟着这个super trend 你在这里进场 然后呢 你在这里出场 然后呢 在这边 它过不了这个阻力 OK 跌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 这个system呢 其实你跟着它去做的话 其实呢 就算你最近 是有输一点点钱 其实 我们要看 就是讲 卖了过后 有没有继续跌 OK 所以如果卖了过后 有继续跌的话 你呢 其实呢 没有讲 做错 OK 所以哪一些股票是这样子的 例如 D&O 如果呢 你是跟着这个system 放着这个紫色线 做这个stop loss 然后呢 在这边呢 你会发现到 OK 在这边它有反弹 在这边 它也是有反弹 然后呢 最近 它从这个5块5毛 一次过呢 就跌下来 跌 差不多25% 所以如果呢 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你有在这个5块6的时候 或者是5块4的时候 5块3的时候 OK 5块1都好啦 OK 现在呢 其实呢 就是对你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进场的位置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要去抓底 你要去抓反弹 这样子呢 是没有一个大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OK 第一点 这个system呢 它就是能够帮助你呢 避开这些大跌 就算是 例如 Penta 它这样子跌 你如果能够避开这一段 你觉得 OK 一个人 他能够避开这一段 他可以省多少钱 OK 一个20% OK 如果你买1万块的话 你就省 2千块 如果你买 100千的话 你就省了一个 2万块 所以有些人的话 他们不只买100千 对不对 他们可能买500千 买100万 这个Penta好股的买多一点 他们可以省下来20% 所以不管你是小的投资者 或者你是大的投资者 我觉得呢 在这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 要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呢 来分析一下 到底呢 我们之前做的 对还是不对 OK 因为很多人呢 他就讲 哎呀 都没有赚钱 跟着这样子 哎呀 不赚钱呢 OK 很多人都讲不赚钱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赚钱 不过呢 你觉得 在这个不赚钱的时候 你的表现 有没有比散户呢 做得好 你的这个反应能力 就讲 有没有避开到 这一次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crash OK 这个应该算是crash OK 所以在这边呢 OK 有很多人呢 他们买的一些股票 不只是这样子 不只是跌 这么一点点 OK 很多呢 在这边就3块7 跌到呢 2块4 这种什么 都从这边4块钱 跌到了3块4 所以全部呢 你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所谓的科技股 全部呢 都跌了这么多 20多巴仙 So 如果你有避开到的话 OK 现在呢 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还在里面的话 还在hold着的话 这样子呢 就希望他有反弹了 OK 就希望他有反弹 所以在这边 多数的人现在 可能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讲 哎 这样子 现在呢 是不是买回来的时候 现在呢 是不是进场的时候 So basically呢 我个人来讲的话 OK 通常这个的话 你要看一下 OK 你要看一下 就是这样 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风险 如果你 你过去 回去过去看的话 就是example Gratech呢 在去年的时候 2020年3月的时候 这个暴跌的时候 它就在这边 出现红色的 arrow 然后呢 它就跌下去 跌一个40多巴仙 所以呢 在这个最低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了一个bottom signal 所以bottom signal呢 它是一个告诉我们 这个股票它已经 卖到很够力低了的时候 有一个反弹 所以今天呢 这个马来西亚的市场呢 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bottom signal OK 所以很多这样子的bottom signal 什么是bottom signal 这个股票呢 它是跌 跌 跌 跌到 非常非常的 严重的时候 后来呢 来一个 反弹 所以这个反弹呢 其实呢 如果 只有一只股票 我们可以讲就是 OK啦 可能这个股票 庄家进场 有一个小庄家进场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呢 这个market 有很多很多支 都有反弹 这样子呢 这个会比较有信心 比较有信心 就是讲 好像刚才我讲 就是说 Dofu啊 Bronken啊 Great Tech啊 这些 如果全部DNO 这些全部UWC 全部都有反弹的话 这样子呢 可能 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到了一个 rebound的时候 所以怎么样去找 这个bottom signal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scanner bottom master uptrend OK bottom master uptrend的股呢 会比较strong 比较好 所以Kobe呢 就是比较 uptrend的bottom 我个人来讲呢 我是比较喜欢 这样子的bottom signal 就是讲 它的candlestick 比较小 candlestick比较小的话 其实比较安全 就是讲 还不是很多人发现到 或者是 stop loss没有这么远 这个今天的candlestick呢 算是比较大的 OK 所以 对我来说呢 是有这个华仪 现在可能是这个bottom 不过呢 太明显了 OK 太明显了 就讲 今天的全部都起6% 5% 4% OK 这些KGB 全部都 强烈的反弹4% 所以有可能 这个是一个整个market的反弹 所以在这边 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bottom呢 它不是一天就 转上去了的 OK 所以有时候呢 它会 有两天三天 有时候呢 它会 横盘 如果第一天 比较大支 这样子 涨上来 它比较有可能 就是 还会这样子 横摆 横摆一下 它才上去 so basically 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Wong 它是跌下来 现在已经有三天 没有创新低了 所以呢 一个股票呢 我们怎么样知道呢 这个股票呢 真的到低了 OK 所以怎么样知道 这个股票 或者是这个market 它真的是bottom了 所以在这边呢 如果真的是bottom了的话 你就要了解就是 真的是bottom的话呢 它就不会再跌 就不会创新低 就不会跌多一个 7% 5%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呢 我们就是 没有办法去 100% confirm 这个market一定会rebound 不过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喜欢的股票 或者是之前 我们有卖掉了 OK 那个好的股票 然后现在呢 想要买回来 我们会用小部分的资金 去try OK 去try 什么叫做try try就是呢 进的时候 你也放一个stop loss stop loss就是告诉我 这个是错了 所以如果呢 它真的 OK 科技股真的是反弹的话 第一点 它不会在下个星期 不会创新低 OK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创新低的话 一点点还OK 如果超过 就是可能3% 5% 那个呢 就不好了 OK 所以在这边 刚才有讲的就是 为什么有一个 蛮好的一个现象 蛮好的现象呢 就是呢 有很多只股票 一起转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 这些wong啊 还有这个bottom signal 这些什么ybs啊 这些什么ays啊 D&O 所以D&O也算是比较大的股票 它也是有一个bottom signal 你看到dufu 它也是有一个bottom signal 你看到pie 它也是有这个bottom signal 连这个me都有bottom signal scomnet OK 它也是有一个bottom signal GHM Gtronic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今天有大量的资金 进入了那个板块 把它是每一支都买 OK 所以这个资金呢 会不会下星期就跑掉 这个不是我们决定的 OK 不过呢 如果呢 它没有跑掉 如果这个资金没有跑掉 这个资金继续的保持在里面的话 这个呢 可能就是一个上升趋势的一个开始 所以在这边 首先 你要知道一个真正的bottom 它就是呢 这样子的 就是example 你看回greattech OK 2020年的时候 这个真正的bottom 它就是这样子 跌跌跌跌跌跌跌 跌40多%下来 然后呢 出现了bottom signal 然后呢 在这边 没有创新低 没有创新低 然后一个confirmation往上涨 然后呢 就是 哇 恭喜了 度过了危险期 OK 然后呢 再来涨 在这边 再横盘一下 这个最好 OK 洗盘一下 再创新高 confirm OK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confirmation 这个就blue arrow 这个呢 就是上升趋势 所以蓝色就是上升趋势 这个bottom signal呢 只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signal 所以bottom的话 它不一定马上就涨上去 它可能是这样子两天三天横盘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你要知道的 如果再给你回到2020年的3月 你怎么样看到呢 Grid tag的最低点 你怎么样看到呢 这个Grid tag在9月的最低点 OK 你看到真正的bottom 它没有创新低 它就直接上来 就没有再下去了 OK 在这个bottom 它没有再下去了 OK 所以一个漂亮的bottom呢 就是呢 没有再创新低的bottom 所以这个system 我算是蛮骄傲的啦 OK 蛮骄傲 就是这样 可以做到这样 这样子的话 就是看到那个最低点的话 其实呢 算是 算是蛮好的 就是讲 很多人他是看candlestick啊 他是凭他的10年的经验啊 去看 OK 我们的system呢 就不需要那个10年的那个经验 你也是可以看到 OK 而且你还可以scan出来 有哪一支股票有 OK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要知道的就是呢 万亿呢 如果 OK 这个反弹失败 反弹失败就是这样子 它反弹了 然后呢 它跌下来 就你一定要cut loss OK 它反弹了 如果它还有make new low的话 你就要小心 如果没有make new low的话呢 你在这边 等等等等等等 无所谓 因为你已经买到那个最低点了 OK 如果你没有make new low的话 你在这边等 无所谓 然后呢 如果它真的是跌破 这一个最低点 你的这个bottom signal的最低点 这个就不好了 就是down trend OK 不然的话呢 就是横盘 所以呢 一个好的股票 它的bottom呢 就是马上涨上去 没有回来了的 如果它有很多个bottom signal 然后这个很多个bottom signal 都是比较weak的 或者是那个bottom很大支这样子 rebound很快的 这些呢 都不是很好的bottom signal 所以一个好的bottom signal 就是呢 那种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not so sure的 不是很肯定的 这样子的呢 就是比较好的bottom signal 就讲 诶 大家都不确定 不懂会不会起 所以呢 它们通常都不会起的太多 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个的时候 它已经告诉你呢 这个market呢 差不多要到底了 所以当你看到有很多支股票 都有bottom signal的话呢 这个就代表着呢 这个market呢 可能 OK 现在呢 到了一个要rebound的时候了 会不会起 或者是起多少 那个呢 就要看那个 庄家了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呢 找到今天是 庄家 进场的 第一天 OK 所以昨天它还没有进 今天它 进了 所以如果它是中期 继续持股的 OK 或者是 就是hold这些股票的 这样子呢 这个股票呢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它还是就是 就会比较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